朱元璋大封功臣 大臣说我有一毛病 不能当大官 皇帝听完大笑 在明朝建立之初 有一位拒绝皇帝封赏的大臣 他名叫郭德成 郭德成和朱元璋早年都是普通百姓 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这个时期 元朝的统治日益腐朽 人民极苦 许多英勇的人都渴望着推翻旧有的政权 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郭德成和他的哥哥郭兴便是其中之二 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郭子兴的起义军 郭德成和郭兴兄弟俩 在起义军中都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武和智慧 成为了郭子兴麾下的得力战将 他们并肩战斗 共同为新政权的建立而努力 然而 在明朝建立之初 朱元璋对功臣的封赏 却引起了郭德成的警觉 他意识到随着朝代更迭 皇帝可能对功高盖主的将领产生嫉妒和猜忌 为了避免惨遭杀身之祸 郭德成谦虚地告诉朱元璋 自己有一个不足之处 不能担任重要职务 朱元璋听后哈哈大笑 没有强迫郭德成担任要职 而是给了他一个清闲的职位 如此一来 郭德成成功地避开了朱元璋 对功臣的打压和屠杀 最终得以安详晚年 随着朱元璋的加盟 他逐渐得到了郭子兴的信任与提携 在此期间 朱元璋结识了郭氏一家 并与郭氏兄弟结为战友 共同为郭子兴出生入死 郭子兴去世后 朱元璋因与他的养女结为夫妇 这位养女便是后来的马皇后 于是顺理成章地继承了郭子兴的起义军队 从那时起 郭氏兄弟便担任朱元璋的得力助手 两人对朱元璋忠心耿耿 在征战四方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因此他们被誉为明朝开国功臣中的翘楚 随着朱元璋的势力逐渐壮大 他在徐达 汤河 刘伯温 李善长等人的支持下 先后击败了张世成等势力 成为元朝最大的威胁 终于在一搏三折之后 朱元璋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元朝政权 1368年 朱元璋登基成帝 建立了大明王朝 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明朝政权渐去稳定 四方无敌 朱元璋开始对朝中文武百官进行表彰 虽然郭氏兄弟在朱元璋心目中 地位并不如刘伯温等人 但作为开国功臣 朱元璋自然不会让他们受到冷落 郭兴 郭德成的长兄 因战功卓著鸡身拱长猴 威猎诸侯之猎 颇受朱元璋赏识 郭德成虽然相较于哥哥略逊一筹 却依然成为了侯爵之猎的人物 朱元璋曾考虑让他担任封疆大臣 却遭到郭德成的婉拒 郭德成向朱元璋坦言 自己性格天真 容易搞糊涂 不适合担任重要职位 他更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 只要有美酒佳肴 留心满意足 不求名利 朱元璋听后 被他的率真坦诚逗笑 因为手下将领 无不可望高官厚怒 唯独郭德成的想法独树一致 最终 朱元璋尊重了他的选择 任命他为一个适合其能力的官职 或许是因为郭德成的率真可爱 亦或是他不搅柔造作的为人 日久生情 朱元璋对他颇为喜爱 他时常邀请郭德成 一同拼酒探心 而郭德成也从未辜负这份情意 准时赴约 这种简单 无忧的生活 恰恰是郭德成一直向往的生活 但这种宁静的日子 在一场酒宴上戛然而止 传闻有一次 朱元璋邀请郭德成 共饮美酒 两人唱饮欢歌 在酒一正浓时 朱元璋看着郭德成凌乱的形象 劝他在空闲时整理一容 维护身为将领的形象 这时候的郭德成 可能是因为喝多了 或许是真实想法在酒后表露无疑 竟然脱口而出 表示自己早已厌倦了头发 迟早要剃光头 这番话无疑触动了朱元璋的敏感神经 因为在未登基前 朱元璋为求生存 曾剃度为僧 这段历史一直是他的心病 毕竟作为皇帝曾经是出家人 在形象上总是难以自言其说 朱元璋听后顿时露出不悦之色 郭德成也意识到自己酒后失言 可能惹恼了皇帝 于是以醉意做幌子 提前离开酒宴 为了避免朱元璋追究 郭德成在几天后辞官 进了寺庙剃度为僧 他希望这种行为 能够表达自己对酒后失言的歉意 并以此换得朱元璋的谅解 因为那个时候 很多忠臣因言辞失误 而遭到朱元璋杀害 这让郭德成心惊胆战 幸运的是 朱元璋并未过于计较 最终放过了他 事实上 郭德成的决定非常明智 因为在他出家之后 朱元璋借助严密的监察手段 流出了许多图谋叛乱的官员 甚至像刘伯温这样的人物 也未能逃脱厄运 许多人因牵连他人 而遭受严厉惩罚 其中也包括郭德成的哥哥国兴 与此同时 郭德成以剃度为僧 却本就没有野心 对权力没有渴望 因此朱元璋也未曾对他过问 最终他在宁静的寺庙里度过余生 尽管表面上看 郭德成头脑简单 但实际上 他对许多事情有着深刻的洞察 他深知身边皇帝如同身边猛虎 也了解朱元璋天生多疑的性格 因此选择提前退出政治斗争 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正因如此 郭德成成为了明朝众多开国功臣中 少数幸免于难病善中的人 相较于那些不顾一切追求权势的人 郭德成无疑过得更明智